航拍伊犁的家人们大家好 现在呢我们是在拱流县的库尔德宁库尔德宁镇 这是一个富有田园诗画的一个山庄 这里特别美山丸起伏 然后远处你看到现在看到的是三层不同的景象 那远处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有一个山峰 喀班派伊犁 这个喀班派伊犁呢你在这个网络上你查询一下资料 都是可以看到的 这个喀班派伊犁呢它是4286米 那伊犁呢也有很多的徒步爱好者曾多次呢也登过这个山峰 哦这里有一位朋友说景色太美了 这有一位叫V的朋友问说这是哪呀 我告诉大家 这里是新疆伊犁 汪流县库尔德宁 跳跳鱼说真美啊 是特别的美 所以呢迫不及待的分享给大家 这位叫蓝金的说老师航拍一下老师就是在航拍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老师航拍的样子 云游四海你问油菜花吗在伊犁的什么地方 好熟悉 哦这个不是油菜花啊 这是向日葵哦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呢是新疆伊犁汪流县的库尔德宁 云游四海说哦六月中旬去了很美 谢谢美你 哦六月中旬那你六月中旬现在都七月多了 六月份的时候你看不到这个油葵啊 你现在你可以来看的 这里挺美的特别美 嗯 云游四海说很爱这里很喜欢伊犁 是的没看见向日葵 云游四海你问我你是哪里人 我是新疆伊犁人 很多的网友都进来了啊 我就不一一在直播间里介绍家人了 喜欢的景你可以住足 打开手机可以看看 云游四海说太喜欢你们伊犁了 一生难忘之理 哈哈哈哈 这个伊犁确实是山美水美人更美 我们大家知道不到中国不知新疆之大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有多美 那伊犁啊自然资源特别的丰富 它每一个县市呢它都有不同的风景 哦云游四海你说你是重庆的 哈哈重庆老乡重庆也很好呀 重庆啊也是一个文化之都的地方 嗯尤其是你在问这是油菜花吗 这不是油菜花啊这是向日葵花 云游四海说哈哈前年去了哈纳斯没完够 今年才被抖音吸引过来咱们伊犁 真是向欧洲急了 起码是你问这是哪 这是拱流县的库尔德宁 库尔德宁 拱流县的库尔德宁 啊谢谢云游四海你送出的小心机 好现在呢我们继续要乘车 赶往下一个航趴的地点 我们继续看一下啊 在车上你看看 这一路都是这个花 是不是在车上看的感觉要更好一点 这是向日葵 嗯 这是向日葵 尚老师让我转达网友们转亲们啊 这是向日葵 不是油菜花 看一下 哇看到没有 它这又是另外一片的 你看一下牧民在打草 这个就是叫捆草鸡 看到没有 哦呦这个景好美 留一下这叫网友们看看 好 云游四海说 在我眼里咱们伊犁 随处都是美景 草原上的一舵马粪 我都觉得像不了 哎呀好美啊 看一下是不是啊 看一下 他们在打草 木林在打草 那个是叫捆草鸡 打草鸡 它都是鸡的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我们再找个地方给大家评一下看一下 哦 这儿特别美 云游四海说 我的心跟你一样又飞到了伊犁 小郡说手机摔在地上就要摔住一个大洞 哦我会注意安全的 谢谢你的提醒啊 来看一下 沈老师现在用大江的陵墓在给大家拍美景呢 他旁边的那位呢就是我们昨天晚上住在这儿的叫灵社山庄的消灵经理特别的热心 他是这儿土生土长的人 小林经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儿的美景 这个地方是你的地盘 你做主 小宝游说这是在收水稻吗 亲爱的 这不是在收水稻 打草 水稻还不到收割的季节 看到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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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看老师在 看老师在 看不开呢 好像还是看不大清楚 啊 大家说主播你辛苦了 不辛苦啊 只要你喜欢 谢谢大家为我的点赞 谢谢大家关注 这些慕名人家住的这儿多享受 看一下他们的红房子 这就是他们的慕名安居房 朋友问 邵老师在哪 我刚才忘了给你们看一下邵老师在房拍呢 小鸭姜麻鸡 你说这是油菜花吗 不是这是向日葵 向日葵 好 大家一一截屏吧 我一会儿换一个位置 我稍微休息一下 对向日葵花海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拱流阔德宁镇 有时间去玩玩呀 有时间欢迎你来呀 现在 敦一高速公路这么快 到拱流全程就110公里 一个小时 再到了县城 从县城到这儿有80公里的地方 从拱流县到 库尔德宁镇有80多公里 路也非常好 也就是大概40分钟左右就到了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美景 有一个朋友说 原来你是美女啊 尚老师是先生男 我是他的助理 谢谢一美丹高压养生面 谢谢你的点赞 你们家的面做得特别好吃 你们家的拉条子 你们家的大盘鸡 你们家的好多的菜 炒得特别好吃 这里有一位 第一位说 让远在武汉的我 能欣赏到如此的美景 你是武汉的朋友 嗯 好的 好 那我再带你看一下花海 伊犁 是我向往的地方 现在还有一位网友在直播呢 新进到直播间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现在在为拱流库尔德宁镇 云游四海 是老A的声音 是老A的声音 给大家亮亮相吧 嘎嘎说 我还没去过拱流 有时间一定来看看 欢迎你有时间一定来看一下 谢谢大家的点赞 谢谢DV送出的礼物 谢谢DV加入我的粉丝团 谢谢加入尚老师的粉丝团 好的 录视频的朋友 又分享到这儿 我又要该收工了 又要去下一个地方 我要像梦一样自由 像天空一样坚强 谢谢DV